做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 就怕这个鸡蛋又腥又老 还吃入过多的油 鸡蛋如何助理 来 您往这看 首先鸡蛋里边要入一个底口 两克左右的盐 如何防止这个炒出来的鸡蛋反腥 它一定必不可少 就是我们家里边的米醋 加上半汤勺的米醋 这样炒出来的鸡蛋不单松软 同时还可以起到去腥的效果 如何使这个炒的鸡蛋更加水嫩 来 咱给它补充水分 一个鸡蛋补充一勺温水 为了让它更加的滑嫩 这里面您再来上一勺的水淀粉 然后把鸡蛋打散 西红柿处理方法都一样 打上一个十字口 咱拿开水烫一下 这样好去除西红柿的皮 去好皮的西红柿开始改刀 一共四个西红柿 我们把一个半的西红柿 给它切成颗粒住 千万别太大 剩下的西红柿正常改成一刀块 玩一点底油 加入打好的鸡蛋 加锅醋和加锅水 以及淀粉的鸡蛋炒出来 就非常的嫩爽 炒好的鸡蛋放旁边 可以用 这会儿呢 这个番茄 我们要分两次使用 先下入切碎的番茄 我们要大火煸炒 完全炒成番茄酱的状态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吃到番茄炒蛋里边那种沙沙的感觉 放入姜葱蒜 小块的番茄已经完全炒散 下入大块番茄 稍稍的让它煸炒一下 下入炒好的鸡蛋 盐 来一点白糖 那我个人呢 比较喜欢放一点生抽 这样起到一个调色的效果啊 等这个碎的这个番茄酱啊 完全包裹在鸡蛋上了 大块的番茄也就完全熟透了 关火起锅 过几个重生的村落